一提到松山高中 大家自然会想到他们最有名的篮球队 但你可不知道 松山高中不只会打篮球 他们还有棒球队哦 有比于甲祖球队训练时的严谨 欢乐的练球学生 是这群高中生最享受的时刻 沈云峮单挑两百 开始 我觉得最好玩的时候就是互动吧 就是跟他们互动 因为就男生嘛很白痴 就是通常就是一群男生 就会觉得很好笑的事情 所以对啊还蛮有趣的 为什么你那么喜欢打棒球呢 我喜欢棒球的团队精神 还有队友互相鼓励的那种感觉 练球的时候很轻松 就是也常常会在那边 互相骂来骂去 什么打来打去之类的 就想到没有感觉到像甲祖那样 所以练球就觉得相当快乐 就是很喜欢棒球 就算已经有了学长们的技术传承 这群球员们却还是觉得不够 夏日的自主练习才是他们最重要的必修可乘 我们学校比较才是自主的方式 就是虽然有教练 可是教练也是大学长 松散传统就是学长带学弟 然后这样一届一届传承下来 虽然平常练球就是会有大学长在带我们练球 可是平常基本上就是中午啊放学 然后就是都是球员他们自发性的那样下来练球 我们礼拜六在礼拜天的早上 我们是去华江桥的那边 就是华江桥下面的球场练 虽然松散高中放球队成立已经二十届 学校依然没有合适的场地可以练习 但校方也付出行动尽力支持 学校练习场地就是操场 然后加上翻空这样 那比较危险的棒球会打到就是操场 所以后来学校就帮我们回家了 就是近几天然后他对我们比较支持 我觉得我们学校棒队会有比较好的练球环境 然后也是学校支持我们带棒球 面对即将到来的黑豹期 这一群孩子们迅势再发 不仅要完成梦想更要证明自己 你期待松散有什么样的表现 就是因为我们七人输了 所以我们要把七人输的全部讨回来 我们棒球队可以透过我们的热血轻生活力 然后打出自己的一片天 让球员每个人在球场上都可以发光发热 然后让大家都知道我们松散有棒球队 不是只有篮球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